我们新闻的开始现在关注的是北市选情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到这个Saka都鼎立的这样的状况呢 不同家媒体现在又做出了民调 包括了美丽岛电子报做出的民调是 蒋万安是位置第一的29.6% 第二名的话是黄珊珊28.1% 第三名是陈时中27.8% 另外在ET Today新闻云的部分 同样也是蒋万安第一名39.6% 第二名是陈时中27% 黄珊珊则是23.3% 而在TVBS的部分的话蒋万安也是冠军40% 另外第二名的话是黄珊珊23% 第三名则是陈时中 但是呢其实这三家的媒体所做的民调 还有先前的不同家媒体所做的民调都可以看得出来 三个人的误差值都非常的小 现在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他就说了 这一次民调都是在误差值里头 其实就跟麻花一样 他认为三个人是纠缠在一起 没有第一名第二名可言 而最后一个礼拜他认为会是一个关键 会因为气饱的效应 三个人会逐渐拉开支持度 而且绝对不会气饱干净 可能会有5% 这样子的差距 他认为这是有点可怕的 好再来看到的是时事评论员李正浩 他就说了蒋万安跟黄珊珊 基本上就是做敲敲板 如果蒋万安比较高的话 黄珊珊就比较低 黄珊珊比较高的话蒋万安就低 但是呢陈时中的民调不动如山 为什么呢他认为说 这代表着陈时中的仇恨值很重 而前立委审副雄就说 黄珊珊如果17%以上的支持度的话 代表陈时中的选情就不乐观了 不过我们其实需要来看到的 当然还是陈时中他之前在当卫福部长指挥官的时候呢 他在万华所说的这一句万华破口是疫情破口之说 持续延烧到这一场选战里头 让万华的选民现在都说 心非常痛啦 好陈时中就说呢有痛可以跟他讲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个当地知名的一个代表人物 华南市场自治会长林胜东 他就说如果遇到陈时中的话就会跟他说 我们到底是哪里在痛 他说我们Manga的人心很痛啦 好其实呢这个林胜东 包括了在华南市场这边呢 其实过去都是绿营的铁票舱 那么现在呢他当众这样子跟陈时中来呛下 当然也代表着一个风向的转变 所以现在罗友之他就说了 华南市场这边的自治会长林胜东 他代表的是传统绿营票 应该是民进党的强项 但现在铁票舱好像是有一点点生锈了 他说这个林胜东的风向是很重要的 不过现在选择看起来已经不再是陈时中 而是黄珊珊了 同样的他的陈时中对手黄珊珊也批评说 万华人的痛当初也是有大声说出来 好告诉你我们现在防疫上的困难 但是呢陈时中从来都没有听见过 根本就是装睡的人叫不行 讲完也痛批根本就是冷血官僚 去年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候 指挥中心当时还说破口在万华 陈时中虽然为了这一句话 在这一场选战屡屡道歉 也多次到万华来故庄 但是林胜东却是不领情 他说呢现在把我揍一顿再跟你道歉的话 你会接受吗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好现在呢陈时中就回应说没有把谁揍一顿 这样子的说法但他说有痛可以跟我讲 北上柯文哲就炮轰说陈时中很傲慢 在地议员也是听不下去 痛批陈时中栽赃破口让万华的人心好痛 当然这一番话真的就是在万华人的伤口上头 赖撒言 然后再问一下晚南市场的这个 进去会的会长林胜东 他在接受讨问的时候 难道说把你揍的顿在这里 能不能接受吗 第一个我倒是也没有说把谁揍了一顿 但是如果觉得有痛的人跟我讲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好好的沟通 不是啦陈时中的做法就是把人家毒打一顿 那要是问说会痛的棘手 那被打一顿就想说那是啥 我一局都在打是不是 这个就是傲慢 万华人的痛早就已经说 不但大声的说还敲锣打鼓的说 那甚至翻桌子的说拍桌子的说 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 第一个我现在已经也不在指挥中心 第二个我要说你也强调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 好那我想这个话题就到这里 我还是强调从来没有攻击的意思 陈时中 你自从要参选台北市长以来 跑到万华二十次了 那也是我印小微第二十次问你 万华是不是疫情破口 然后陈时中你到万华来 还要那么矫情做什么 明明就是三加十一造成了全国的疫情那么严重 然后呢你硬栽张万华 说病途是从万华而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万华人的感受 如果你不敢大声地说出来 万华不是疫情破口 陈时中你不配到万华来 真的不配 而且不只是印小微 所有的万华人心都好痛 陈时中怎么可以说 他没有感觉把人家揍了一对 他有痛再来跟我讲 你已经把我们万华的人都打趴下去了 你现在还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打我们的感觉 那代表你没有把民众放在心里吗 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的人在哪里 你有没有还给我们万华人一个公道 你没有啊是不是 在我们已经是因为三加十一这个大破口 我们要你来出面道歉 我们要你出示相关的会议记录 办你东西都拿不出来 对不对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道歉的 他是要选久了才来道歉 你今天再对我们讲这句话 就好像在我们的伤口上在撒盐 万华人非常愤怒 所以万华人现在都非常抵制陈时中 好今天上午的新闻 我们请到的对谈来宾 是新北市议员叶元智 议员早安 是主播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议员想要跟你请教的是 刚刚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新闻 说这个环南市场的自治会长林盛东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当然很不满说这个 昔日的前卫福部长陈时中 说的这个万华破口说 他说现在陈时中的行为 就像是揍了他们一顿 然后再道歉 再到当地来故庄 对此陈时中说有痛可以跟他讲 但是林盛东也说 如果有遇到的话 真的会跟他讲 他说我们万华的人都是心很痛 不过陈时中之前 他也为了他自己的防疫成绩 打了一个成绩单 他说他疫苗采购有90分 防疫成绩是有85分 当然了也有人觉得 他这样真的是很权力上的傲慢 还好意思说自己防疫很棒 对于这样的事情 议员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 就是说上个礼拜 陈时中好像有发现 他的民调越来越低了 所以他想要开始洗人 那他民调越来越低 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他仇恨值很高 我们看到很多民调都发现 陈时中的仇恨值大概有超过五成 五成很恐怖 五成就是你走在路上 你遇到十个人 有五个人讨厌你 是讨厌你哦 不是喜欢你哦 讨厌你哦 那你不觉得你在这个社会上中很可怜吗 你很像过街老鼠吗 就是很容易遇到讨厌你的人 那那么多人讨厌你 你要想要当选当然不容易 所以陈时中在上个礼拜 不是推一个三部政策 说他不要什么攻击不相干的人 不讲跟政策无关的事情等等 就是想要洗人舌 就是想要让你觉得说 没有我其实想要回归市政讨论 我是一个很重视市政的人 这是他一个礼拜前想要营造的形象 没有想到 我觉得牛天到北京还是牛啦 就是一个老鼠啊 在包装也不会变成老虎啦 他是没过两天马上又露出马脚 你看他这两天讲那个 什么万华氏破口 然后去扯说有痛就要讲啊 这种听了不觉得又很讨厌吗 我觉得现在可能已经不只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讨厌他了 可能三个人里面有两个讨厌他 就是很傲慢嘛 很傲慢 一般来讲有痛就要讲 像我什么时候会听到这种话 就是我去看牙医的时候了 刚好陈志忠也是牙医了 我去看牙医的时候 牙医在帮我治疗助牙 那因为他下手的时候可能比较重 他就说小心喔有痛就要讲喔 那我就说有点痛啊 他可能就轻一点 就是牙医在干嘛 牙医在帮我们治疗 其实牙医是为我们好 帮我们把牙齿 从助牙变成好的牙齿 但陈志忠你今天你是在帮大家吗 根本不是嘛 那时候陈志忠为什么会去扯到万华市 破口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造成破口 然后要找一个带罪羔羊啊 找一个锅去甩啊 然后所以就去扯说万华市破口 但是实际上 哪里才是破口 陈志忠你自己才是破口 你错误的政策 以及你蛮憨的一些做法 导致这个破口的存在 因为我这个事情我感受很深啊 就是这个 当时啊我们我的选区是板桥嘛 我选区是板桥 板桥在去年的时候呢 也是疫情很严重的区域 那这个病毒不会无缘故跑到我们板桥嘛 他一定是从境外 某一个洞进来之后呢 扩散到台北然后蔓延到板桥 那请问那个洞是在哪里 那个洞实际上是在诺富特饭店嘛 那洞富特饭店当时就是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他就是没有做好分流 很多境外的机师 或者是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一些 那个机师 他们在饭店里面 跟一般客混在一起 然后呢他们的管理也有问题 所以病毒就是这样进来的 那洞富特饭店是防疫旅馆 那其实当时很多 里面的员工就跟 陈志忠检举这个事情 结果陈志忠居然一推256 他说那个是桃园县政府的事 就发一个公文给桃园县政府 叫桃园县政府来处理 那当时郑文燦管的桃园县政府 也在推啊 就说这个应该是属于 卫福部的事 两个推来推去 然后病毒就这样出现了 然后最后人家去质疑陈志忠 陈志忠还鬼扯淡 说公文跑得比病毒慢 病毒跑得比公文快 还在那边狡辩 反正很可恶啦 所以他要找替替羔羊嘛 所以他就找了讲了万华 说万华才是破口 然后结果后来没有想到他要选举啊 所以就跑去跟万华道歉 中重的一切啊 我觉得大家全部都记得啦 台湾人的记忆力没有这么差啦 那陈志忠现在即便是有跟万华道歉 我觉得也是虚情假意啦 这就好比说呢 你今天看不起我啊 平常都不甩我 然后后来隔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发现我很有钱 想要给我借钱 又跑来跟我讲说 啊以前呢 忽略你啊 是我不对啦 我当时呢 什么原因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道歉吗 我觉得你只是 你平常不需要我的时候 你一个嘴脸 如果你觉得我有利可图 你需要我的时候 你又跑来找我 那陈志忠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他以前不甩万华啊 因为万华算什么啊 他保官位比较重要啊 现在是因为他要万华人的选票嘛 所以万华人被陈志忠这样当垃圾对待 反而就是心更痛啊 就是说好啦 你以前不甩我算了 我可以过去 就你现在觉得我有重要 你又再来利用我 你把我当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痛上加痛 我觉得陈志忠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就是只会让他的仇恨值越来越高啦 他讲越多话 越显示他的本性就是傲慢 好我们谢谢原汁议员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 的确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现在再多道歉 恐怕还是会让万华人觉得心非常的痛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咯 请不吝点赞